那天是要做一個歌唱比賽嘛 然後就找我們這些 很不會唱歌來 歌唱比賽 對 然後題目是什麼 他們的唱片你敢買嗎 然後就找我們來唱歌 那唱歌是我非常非常挫的事情 然後我就想說不行 我一定要找一個 至少我認識的評審來護航一下 是 然後後來我就想說好 那蟲蟲也要來 我就跟蟲蟲兩個商量 那我們共同認識的評審 就叫黃國文 然後因為蟲蟲跟乃馨 他們需要有人幫他護航 然後就說一定要我來 可是那時候其實說實在 那時候我很怕 他死也不可能 我現在瘦了差不多十幾公斤 我死也不可能 第一個 我覺得我又老又醜又胖 現在做了主持人之後呢 就是很會用 別的話題來帶著我們的方向 問妳當時跟蟲賴馨有沒有曖昧啊 妳跟我講當時很胖幹什麼 曖昧 讓人生氣 好 我曾認識當時的話 其實我已經很喜歡他 但是他有沒有很喜歡我 我完全不知道 但是呢 我覺得 妳當時已經很喜歡他了 其實我還滿喜歡他 然後約會自己找地方約啊 他說我們後來好像 對你還滿禮貌的啊 有嗎 我記得 他一個人就收到衣服 穿起來好像流浪化的 後來我有刺你 因為你一直唱歌 然後你說哪裡應不全 我就說 你哪一個應對 所以你就是抱著 懷恨在心的心情 來面對我們喔 也不會啦 其實我很感謝你們 因為如果沒有那時候的開始 可是我想聽當時的事情 他真的用他的愛來逼迫你嗎 沒有 他跟我講說 如果你不來上康熙 我們就不要當朋友了 對 所以你後來真的出現在我們節目 也算是變相的跟他示愛吧 因為他有拿這個威脅你 如果你不來的話 他就不跟你做朋友 你們不是已經結婚了 還有什麼好避諱的 其實我覺得 然後對於... 我們今天就弄到這個人 這個就是愛中 關於他對外型的重視 小鐘好像要告訴我們就是 聽說跟他約好了出門之前 他是要對鏡子弄很久 沒有 就是我跟他 常常會一起錄影 我們有一個節目嘛 就是他... 我沒有看過一個 算是做幕後的這麼愛照鏡子 我覺得他是我看過 就僅次於羅志祥愛照鏡子的 你看他什麼就這種外星人 我都在外星啊 這是他的禮物啊 他剛剛在那個休息室 在化妝的時候啊 他拿眉筆就開始在畫東西 那畫了什麼嗎 你畫了什麼 不得了 這個我覺得是 他的曠世劇作 對 他剛剛畫的 像不像 你剛剛畫的嗎 對 用眉筆畫的 你畫了多少時間 差不多10分鐘 10分鐘 他的速度好快喔 這畫得很好耶 紫文君就應該 整集都放在這個地方 你自戀狂啊你 不是 因為每個來賓都送你禮物 很少有人送我禮物 你這樣發火了吧 他沒畫你 我覺得畫得很重要 有... 沒有 所以你內心 我覺得黃國仁真的 他當評審的時候 他雖然在畫圖 可是他其實心裡面就在想 這個選手 你這個勢力 到底只是畫圖在那邊 對 其實我在畫圖的時候 我才能... 我才跟他穿上禮服超好看 他說黃國仁有一次問他 要不要考慮胸部做整形 我們有誤賴你吧 我們有沒有誤賴你信 因為是夫人自己講的喔 因為... 我沒想到你是會在乎那個的人耶 你不是想... 剛剛是心靈嗎 你不是在講心靈嗎 信神的人耶 怎麼都... 對啊 還這麼肉欲 Take it easy 有一次我在看電視 因為在講胸部真心 我就問他說 乃馨 你曾經有動過一次次念頭 要去做龍乳或是龍胸嗎 他是你太太 這樣講就表示 沒有...其實我那時候 只是跟他討論的事情 我在想說 很多女明星都做過嘛 或是儀式 謠傳 國內外都是 我說你有沒有動過這個念頭 他說他沒有啦 我說那很好 Just the way you are 他沒有... 乃馨跟我們講說 如果小孩子讓我做 當年讓我做的話 他絕對可以唱 現場不會走音 我現在已經夠位了 他還會贏到的 那一次在諷刺王視頻嗎 因為我當時是給他做的 術笛... 我覺得這邊寫術笛很怪 不是術笛 不是 我覺得 而且男人... 我知道... 男人何苦為難的男人 我知道 他的術笛是辛龍啦 我跟你講 你今天真的破綻百出 所以我實在不知道你 聽說... 他有想一想那一張畫 我想完了 他說軍中有兩個最會賺錢的人 就是孫晉晨跟黃國倫這兩個 真的假的 我們是陸軍的嘛 然後我們被抽中去授這個海訓 那個時候我跟他是這個 銀長身邊的紅人嘛 那我們就跟銀長講說 報銀長 這樣可不可以跟這個 每一個弟兄收下錢 我們兩個晚上趕快去買游泳褲 那錢收完之後 我們兩個就到外面去 然後找了一間 最便宜的那個游泳褲的店 然後我們就買了這個非常便宜 然後剩下錢 然後晚上我們就大吃大喝一頓 然後喝了醉醺醺醺 然後回一頓 挖掉你們同袍的錢 蔡烈人髮指了 真的嗎 頭髮補帳啊 不要太明白喔 其實孫晉晨 其實滿有商業頭腦 他就跟我講說 國倫 我們把這些 我說剩下的錢怎麼辦 我說要不要退還給弟兄 對 他說 斗我命 我今天斗你命 快斗一個 那時候他的大拇指有一個 指甲會插到肉裡去 所以他常常就要去剪 然後呢 每次都流血 我就覺得很可憐 我說我幫你消毒一下 幫他一點點 用那個點酒消毒 然後幫他貼一個小小的OK棒 還可以防水的那種 我貼完以後 自己覺得說 我怎麼會這麼閒會 他貼了一個十字架的意思 樣子 對啊 然後呢 我這樣貼完以後 他不是要超感激 然後就把他臉捧起來 就親吻他之類的 然後他就這樣 他就看我貼喔 然後他連我都沒有看一眼 他看那個腳趾頭 然後呢 我貼下去沒有兩秒鐘 他就啪 撕起來就說 貼歪了耶 然後自己再貼一次 哀哩 這輩子 你都不會想再幫他貼了吧 你沒有把那一刻 貼到他嘴上去嗎 真的很氣 我有一次就吵到他 他在我面前一直講話一直講 真的... 平時他等一下被這樣吹的 他是頭這樣癢 然後呼呼大睡開就打呼 睡覺比較好 你知道他做了什麼事嗎 他做什麼 他拿一桶水潑我 有夠誇張嗎 我就醒來 等一下 你不是說我們不是大掃團 不用在節目上講太多話嗎 對啊 你很會想太多 這個日本軍閥耶 奇怪 還哪邊鐵肉放他胸膏 還睡耶 海鑫是順手拿一杯水 還是去廁所裝一桶水 他不是順手拿杯 順手啦 哪有順手 就是桌上那杯啊 你有去加啦 我沒有加 其實我以前跟小鐘不熟 我也覺得跟這個人不會對盤 對 你為什麼跟每個人都要開始 都覺得不會對盤 因為我是一個很避俗的人 可是你是不是一看到蔡康悠 你就覺得你跟他是對盤的 是啊 可是他私下都說他跟妳是對盤 我沒有講 他那麼容易受傷害 他每天都會記得 你為什麼 可是你說他私下 是愛講冷笑話的人喔 他私底笑 就是跟他節目上其實有點像 因為他講的就是... 他講的笑話 其實我覺得我都很... 就是裝笑 你是勉強笑的 對 小鐘你有在裝笑 你笑得很大聲耶 真的啊 譬如說 看上次蕭雅軒 上我們那個節目 然後專輯《瀟灑小姐》 他就說那裡面應該有首歌 叫《瀟灑走一回》 大家就這樣 笑得在哪裡 他就類似很多是這種話 你知道嗎 他當時說 應該要有一首歌 叫《瀟灑走一回》 然後大家都沉默嗎 沉默 你也不幫他接一些 讓他比較不會那麼難看嗎 你們應該捧個場吧 不知道我怎麼接 你怎麼接啊 這個康妍我覺得... 我們挺入十分的 沒關係 這樣子很簡單